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 反哪种美极农断 第三 文灵院的少数暴力 第四 反核式你们懂的啥核能啊 第五 博冠营的鬼导文字域 诶 这五个事情看起来好像都没有直接相关联 怎么会没有直接相关联呢 当媒体一炒作 好 开始翻韩 哇 韩国 郑大伟 那个时候跆拳道的教练 我第一件事情 郑师傅首先对不起 我为什么要跟郑大伟师傅道歉 因为我在第一个时间的时候 我只指出了 韩国选手这一拳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但是我没有正确的告诉大家 郑大伟先生的判决是正确的 百分之百正确的 诶 可能那个时候很多人说 郑大伟是袒护韩国人啊 拜托 我演给你看好了 以前呢 我们打跆拳 来 敬碗离 大家都说的是 看到没有 这手 我那一派是比较特别一点 是 敬碗离 好 看到这个手势呢 现在在跆拳界的各位 大概知道我是谁的徒弟了吗 还有美尬 有美尬 有派系的 那我们现在在打跆拳呢 嗨 就跟那个阿祖契耶 八眼出群这样 你整个铺路给人家 现在是怎么的 所以我现在看跆拳看不懂 OK 那那件发生什么事呢 不管什么武术 手是两扇门全屏脚踢人 可是 手二 脚八 你有两层的技术是拳技嘛 手技嘛 对不对 OK 那那一天呢 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嗯 韩国圈所找到一个机会 对 你在那边跳跳跳跳跳 他上去了 是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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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是这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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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下来 看到没有 是 来一下特鞋 回忆 小小痛 OK 那一拳是这样急中的 你们回去一格一格的看 是 可是那个时候都说 就是那个 曾治长不是说 韩国教练部 他们讲的就是在这个位置 有个红种 我跟你讲 在这里 这里 如果 如果以人来讲的话 就是大概 中了山中穴的上面 这个还有一个穴道的名字 对 对对对对的 忍督我们的 那以我来做model的话 应该是在 就是这个位置 哦 那是类似 山中低一点 问题是中圈位置在这里 那为什么大家说 这边脖子有伤呢 OK 那是护具往上啪 上去 所以你很可以明显 那个伤是一个V字形的摩擦伤 嗯嗯嗯嗯 我跟你讲 我今天讲的白话文 是 就如正教练讲的 那天如果中了喉咙的话 我们台湾那位选手 大概要会当场死亡 他要不当场死亡 唯一 的可能就是我帮他做气切 嗯 为什么因为他整个喉咙肿起来啦 那一旋的力道 他觉得整个喉咙是肿的 他绝对没办法呼吸 我必须在死这个地方做个气切 你们随便有什么外科医生的知道气切两个 这是什么意思吧 哈哈哈哈 哦 嗯 他怎么可能活得下去 如果真的中脖子的话 嗯 变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嗯 譬如说我如果是打到脖子的话 嗯 如果是护具的话 嗯 是这种声音 是 并且你要了解 网络上各有个说法 OK 哎呀你要攻击人家松段的时候 手还提这么高 那我先跟以前在比赛场上 被我不小心KO的那些人先道歉 我有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呢 嗯 因为以前我都是练 比较诡异的手法 嗯 所以我如果在中段 您过来一点 我会真的打你来 有点 我在中段我要攻击他的时候呢 常常这样子动作 嗯 或者是这样子动作 像问题是有时候我会害怕 他忽然用手机攻击我 我就会很自然的 由下往上 掌权攻击 嗯 逆手刀攻击 嗯 这都是犯规动作 嗯 就是反而我在跟 对方在有 近战的时候 手机的时候 我如果游下往上 对 反而头是一个目标 嗯 所以我的教练交代我 小财 别 不要再搞了 你这样子下来 嗯嗯嗯嗯嗯嗯 OK 所以今天无在乎于说 我在一个比赛场地上 使用手机的时候 我手是不是举过高点 而是我 我举高点 反而是往下攻击 下来做一段 哦哦哦 我从下面这样子攻击的话 哎呀死定了 嗯嗯嗯 然后我又犯规 说不定要打死人 嗯 你们会不会跆拳啊 是是是 诶这就讲到一个重点啦 就是我们在评论 这个事情的时候 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了解 跆拳到怎么来 根本不懂嘛 还有一个 我们一位曾先生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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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 你懂跆拳吗 那位曾先生 对 你看你什么 不高兴来找我啦 不要找新郎 找我 谭克伟 哦 认得谭克伟这个政治标记 你半平处不要晃荡 嗯 讲真的 你真的懂跆拳 像我 哦段数也不高 可是我 还稍微有点名气 因为别人踢一脚 我骑三脚 OK我速度很快 哦哦 我那时候速度很快 我的爆发力很强 所以我教练常给我竞赛 怕我杀人 懂啦 嗯 OK 那我们今天在郑大为师父这一点 也希望 所有的名嘴 初来道歉 哎 男子恨感 说很难 人生在世 没有谁有做 做不成做错事的 是 我也做过很多事 可是就是要学我 郑师父道个歉 因为为什么 我那时候没有为正义发生 嗯 这一点我真的 对不起郑师父 所以说我再次跟郑师父道歉 OK OK 我们再回来道 是 所以从这个郑大为事件当中 其实看得出来的是一个 不了解专业的人 对 那他来评断一个专业的事情 其实今天我们在电视上 我是不是每天看到一些事吗 我每天看这种节目 或者是他们在讨论一件事情 都觉得很好笑 对 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专业的 因为我策略的 这是因为 哎 也是命不好 就是走过的行业很多 没有办法 所以说看看他们谈的古董 或者是谈谈餐饮 我觉得很好笑 然后台权呢 刚好也是我一个 在年幼的时候 所学习的一个办策之一 所以说我今天真的是为这些事情 要跟郑师父首先对不起